12月16日,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北京数职期间会见媒体,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向暴力说不,恢复香港社会秩序。 林郑月娥表示,特区政府虽然在止暴制乱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但是暴力行为仍有发生。 在她的数职报告中,详细汇报了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。 她表示,要完成好依法止暴制乱,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,必须要坚守一国两制的方针,同时也需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,向暴力说不。 要真正做到止暴制乱,不但只是依法,来到执法,来到去检控和惩治, 也都需要全社会各界别的人士,向暴力说不,表达出希望香港重新恢复社会秩序,恢复到社会安宁,这个共同愿望。 我们才能够可以做到事半功倍。 而在香港警队工作方面,林郑月娥也表达了自己的称警态度。 对于香港经济下行现状,林郑月娥指出, 特区政府正密切关注香港社会经济情况,并推出纾困措施, 希望能够做到撑企业、保就业,将失业率转坏的情况降到最低。 我们自从今年8月开始,先后都推出了四轮的纾困措施, 非常有针对性,特别针对一些有困难的家庭和中小企业, 到后期甚至是针对一些个别的行业,提出一些舒缓的措施。 都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,中央会继续推出一些有利香港发展的措施, 当然包括在越港和大湾区里面的发展。 林郑月娥强调,目前香港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, 是一定要止暴治乱,恢复社会秩序, 在安稳平静的环境下,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下行风险。